金黄色的小火车使劲急急车站 先亮极了 列车色调以山蕉黄为主 因为急急的特产就是山蕉 要何宇和太太在车站对面开业十多年 早在香蕉列车爆红之前 夫妻俩的香蕉冰淇淋 就已经在山城吹起一阵凉风 有一种就是香... 真的很纯的香蕉 做成的冰淇淋 所以就是跟那种那种很便宜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好难讲喔 入口的农醇骗不了食尖 要何宇的冰淇淋没有添加物 原料除了山蕉还是山蕉 我都调最上面的它们叫塞陶笔 这个就A级的 剥香蕉很简单 但是也有一点技术 这样剥的话 你不能沾到果肉 然后你剥好了以后 你要让它自己跳下去 不能沾到果肉 对对不能沾到果肉 对你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剥起来要有技术 你剥好的时候 你要让它自己跳下去 对自己跳下去 它都会自己跳下去 所以我们每天的食材就是用这样子新鲜的 所以不要 你看这一根就不能了 无法修饰的原味 靠的就是好的食材和下的功夫 这个步骤很麻烦 所以很多卖香蕉冰淇淋都请工厂做 但是我们自己手工做跟工厂的那种 大量的做起来口味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 它是青苏宇宅的圣灵党 现在儿子大了 可以分担耗力的步骤 草畅时期 要何于一人单打独斗 支撑它的 是不能失败的现实压力 还有一股强大的意念 我心目中梦幻的冰淇淋 我心目中梦幻的冰淇淋 做梦也会笑啊 终于成功了 对啊 对啊 中间喔 中间那个过程喔 太难熬了 那个壮强起太难熬了 熬到最后 因为始终有一个声音啊 就是说喔 我一定可以啊 我一定可以啊 因为我知道什么叫正能量 我就每天告诉我说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终于 王天不护苦心了 做好的冰淇淋喔 要冷冻三天 冷冻三天以后喔 它的筋质更稳定 你吃起来口感更Q 更扎实 所以我们是手工用手挖的 我们是挖的很扎实给客人 就跟双麒麟不一样 双麒麟很快就融化 这个可以慢慢品味 就饮酒饮慢慢享受 所以你能吃到 大概要做到 其他要吃点的时间喔 大概 所以这个就是量少 对 然后费工夫搞刚 就是这样啊 对对对 你量产的就 就口感不一样啊 而且就那一片都不凉 不凉 很热 香蕉冰淇淋无法大量产出 香蕉蛋卷同样是 能做多少卖多少 一般香蕉蛋卷大概都是会面粉加得多 但是其实蛋卷以蛋开头 要鸡蛋多 所以我的蛋卷比较酥 一般的蛋卷吃起来会比较脆 像饼干一样就是面粉加得多 因为面粉的成本比较低 鸡蛋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我做的又是做低糖 所以我会与众不同 从一开始也是失败很多次 对 当初都是喂猪 都是喂猪 所以当初都是喂猪 快要放弃的时候才成功 是哦 对 所以成功真的不是偶然的 真的是一分更赢 不一定有一分收获 机器压制只是最后步骤 真正搞刚的是前置的打料 打发的时间就是要经验的累积了 就靠个人的工夫了 你打了好不好 就是影响后面它会不会卷 这是我研究了半年才成功的 然后打好以后 开始把鸡蛋加进来 老板娘说研究到都瘦了 那时候每天吃不下饭 瘦了五六公斤 面粉它会产生很多颗粒 你一定要过筛 它的分子才会细小 所以我的香蕉蛋卷 吃起来跟一般人做的蛋卷 它就是不一样 就是在于很多小细节 人家打一桶料可能十分钟 我打一桶料可能都要一个小时 来工作才知道什么 叫修身养性 然后心境自然两次骗人的 这里很热 这个室内温度最高 曾经42度 将近43度 然后又加上蛋卷的 那个肩盘有180度 所以在这里一定会瘦的 这个过程也是重点 每一个步骤都是缓缓相扣 这个重点 划船 对 所以我的手背就是这样子 练出来对不对 肩膀就是这样子 这个你要顺时钟 你不能一下这样 所以现在一定要顺时钟 最夯的一句话 顺时钟 对 然后拌这个也是经验的累积 你应该都在滑轮桌 对 滑然后还有转 还有转 有公转 还有自转 我这个要转 然后还要滑 然后锅子一样跟着转 太費工了 对 然后这个步骤就叫你汗流夹背 很重 来 蛋卷要网状 网状 越多网状就是越成功越好吃 如果它很光滑 那就是面粉加了很多 小糖 少面粉 多蛋 多香蕉 自找麻烦的坚持 增加的是成本和耗材 有时候就是不会卷 因为我做低糖的 有时候粘度不够 糖越多越好卷 所以低糖的耗材会比较多 对啊 这是我的坚持 卷不起来的蛋卷 丢掉的至少两成 要何玉成想过 机器退回去吧 这样烧钱还能烧多久呢 刚开始的半年几乎要放弃 但是你退回去 老板你也不要了 因为旧的东西老板没有再卖 老板完全卖新的机器 你二手他没有再回收 那头都挤下去了 靠白银弯了 对 来 香蕉冰淇淋 香蕉蛋卷 淡淡的香蕉味 因为我们没有加香蕉油 你如果加香蕉的话 味道就比较重要 就天然的 淡淡的 没有退路 只能前进 太太罗杰盈说 丈夫不知哪来的勇气和自信 始终相信成功在望 开店前两年 生意一度撑不下去 只能暂时歇业 还好提供疲弱人 危机变成转机 那时候我们做冰淇淋 我们想说很有信心 就是当地的特产嘛 然后我们就想做冰淇淋 因为没有人做 只我们一人发 可是后来都没有人 我们已经熬了一年多了 然后跟贷款界的钱 也都花了差不多了 然后就准备想收起来的时候 那个大学生来 然后就帮我们推稳 就渐渐的知名度就打开 然后就生意就慢慢的好起来 我们一路走来 就是很侃侃苛 我就觉得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失败以后 就没有再有机会了 我们也曾经很多次的 无数次的争吵 我老公都跟我说 他一定会成功 只是早晚的问题 叫我不要灰心这样子 然后我老公就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 我常常跟他讲 真的打不死的蟑螂 这些年廖和宇确实换了不少工作 做装潢 水电 油漆 开砂石车 种菜 卖面 一次机缘 他借了积极的工程 爱上了这座静考山城 他和太太商量 不如在这落脚 车展前开个小店 日子过得去就好 只是开店卖什么呢 夫妻俩想破头 路边满流的山郊 给了致冰的灵感 当初的时候 日本天王都一定要吃 极极的山椒 那时候它的椒味很焦 所以丁酒一丁一丁 它也叫金椒 就是它跟黄金一样很高贵 做什么 要像什么 廖和宇前后拜了三个师傅 烘焙的 做冰淇淋的 苦学加自学 才摸索出一套 在现实和理想中 最大公约束的制作流程 那我负责打料 然后负责机器制作 包装跟客人来的接待都是它 对 老板娘害羞 对 它比较 比较近 怎么会害羞 它有钱壮就不会害羞了 客人很热 但是你如果看到客人很多 你就很高兴 资金 1922年通车的吉吉车站 纯块木建造 是台湾仅存的少数古老火车站 虽然921地震严重倾斜位移 但是老车站没垮 原地原貌重建 保存昔日风华 在灾后重生的车站前 拼动周年后的新事业 夫妻俩没被挫败击垮 对成功的渴望 死灰后又在心底重生 而且厚着清凉 而且厚着清凉 这是什么东西啊 比脸大馒头 比脸大馒头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馒头 带药中的面点摊 总是没到大馒头出炉时 丽莹来惊叫欢呼 我的馒头哪有像头那么大 只有那么大 你可以分两次啊 两个人要分两次 两天 看起来很大 就是说那边写比脸大 对 真的会比你的脸大吗 当然 我脸那么小 不要啊 比脸大比头大 一颗到底要分几天吃 逗具的反应 尽管他是天天摆天天健 但对卖了十多年 黑糖大馒头的他来说 新鲜感还是别开手面 有很多人 他看到就吓一跳 就说 这可以当枕头的这样子 也有的 就是一看到就 很大声地说 吓死人了 买馒头的做馒头的 到底谁吓谁还不晓得 不过一个清早 甩进了百青老面团 千揉万捏 还得不厌其烦 细切成湿面上 堪称最小size的小馒头 全补里大小通吃的 大概也就他一个 本来那个是我们做给客人试吃的 因为这个这么大不方便 后来就觉得说 那干脆就做小的就好了 可是他们就会要求说 我要买那种小的 因为很多人 他们已经吃那个习惯了 就是已经习惯一般的那种口感 他们就觉得说 那种松软的才 你就必须要跟他解释说 这个是属于比较扎实的 然后就是它就是老面发酵 然后它没有太多的人工添加 纯老面自然发酵的黑糖馒头 简单来说就是不加发粉 泡发粉 既无法靠机器量化生产 就算手工经验老到 平手感也得看天吃饭 它就是 就是它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就是如果像寒流来的时候 就是会很难做 或者是天气突然热的时候 它会发酵的很 比较过度发酵 它就会带有一点点酸味 就是尽量去控制它的温度 甚至于有时候到夏天 这个太热的时候 还必须要放冷气 所以我们就安装冷气 几瓶大的工作间 沿下里装冷气 想当然不是为了灰汗使劲的 揉面感面人 而是用来伺候傲娇的老面 因为一般用发粉 它就是多少水 多少面粉 多少酵母粉 然后体力固定 多少时间 然后就是让它去发酵 如果温度比较冷的时候 时间拉长一点就可以了 可是老面的话 它就是比较不容易做 说起老面之所以语重心长 那实在是因为自己这辈子以来 摸透了面团 毕竟大药总从年轻二十出头 就跟着父母亲学做面点 别说是包子馒头 光是跟面粉招募相处的人生 都要超过一甲子了 那时候都几乎都要排队了 当时是以包子为主 包子小笼包烧麦 然后油豆腐细粉汤 反正几乎顶泰风有卖的东西 我们都有卖了 我们看那个杯子 那一串是一百个 我们一天最起码要五串 那时大家的甜心面食馆 算是从台中道区起家的 早点即卖酥饼肉粽 葱油饼 到了午餐尖锋更有整饺 烧麦牛肉面 尤其小笼汤包一天折下来 更是三千克起跳 我们有时候都到四点才去睡觉 六点半又要起来 对啊 我就说平均四小时嘛 晚上睡两小时 周五睡两小时 吉布的家里事业在贵乎房时 自己一年到头到底睡了几小时 戴耀宗只记得 那时房校拿破罗一天紧睡 四个钟头的光景 是很快迎来了父母亲提早被迫退休的日子 年岁大了病痛跟着缠身 所以一家人做了决定 干脆搬回埔里伴养老 但要总也在起炉藏 而老面做的大馒头 正是那个时候起 被千呼万坏催生出来的 原本我们也是就是做正常大象 可是就越做越大 因为客人会说 要大的馒头这样 我们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就到最后就变成这么大了 事实上就不理卖大馒头的摊子来说 戴耀宗不是第一家 更不是唯一一家 好几次吃惯了黑糖香精的过路客 拿几大馒头半嫌弃半植仪 他也不以唯一 对啊 因为 我说有很多东西 我们自己 有我们自己的坚持 就是说 譬如说 你要更好吃一点 你就加一点黑糖精就好了 对啊 你就是不愿意啊 你觉得不好吃 你就去买你觉得好吃的那种啊 你们从哪里来买 桃圆 为什么买这么多 非常好吃 这种是什么口感 黑糖味道很重 很Q 对 老面 我想说吃吃看 听说还蛮有名字 我路上的评价都还蛮不错的啊 我觉得还蛮Q弹的 就是跟我们在外面一般吃的都还蛮不一样的 都说路遥知马力 纯老面发酵的黑糖馒头随日子久了 也渐渐在各地吩咐降楼 有见于一双父母早早做出了职业病 但药中也早在五年前就打算退休 实际上则是过了几天休假生活就心生后悔了 没有啊 现在就是你退休你也不知道要干嘛 太咸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 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嘛 把范围缩小 就尽量就是你自己可以做的那种范围 从规模庞然的面食馆 载到如今其楼下的面点摊 老面做的大馒头不泥烂 不浓甜 却也不应质地扎实 显得干脆无味 唯独内在于你 那是包了不善言辞的热忱 有真心更有诚意 爱死了 我爱死了面神 一个咸鸟条加蛋加热狗加甜辣酱 这样就好了吗 活力嗓音乃会雪的朝气 无疑是南岸路上的大闹钟 来 给 两个都胡椒就好了 那基本它就会加胡椒了 我就忍来疯 我说我不敢退休 我可能退休我就动翁了 而且跟孩子一直创业 就是那种感受 很棒 说是跟孩子创业 其实咸鸟条是奶会雪 和老公打下的江山 净晨六点 炸鸟条就没停过 假日我都开两锅 一就是要给它烹 才不会吃起来才不会硬 有金黄色 对 这样 这样子就行了 我们现在只有炸三面 因为它好难 顺口 它吃着不 你那时候不磕嘴 你知道吗 它不颠嘴 外面酥里面软的 吃起来QQ的 你知道吗 冷得更好吃 加辣得更赞 我都快疯了 苹果族的老板娘 显然就是自家产品 最佳代言人 丁点大的店面 有仙则灵 咸油条带来的人潮 低波是赶着上学的 再来是上班族 接着观光客 百香油籽接棒 葱油饼一个加蛋的 一个加热狗的 我是住桃园 生活区都在桃园 但是我会下来 回来的话 我就会来买 这是在地特色 吃起来有点像披萨的那一种皮 那种感觉 你吃了就知道了 只有路边摊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就五百条 五百条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这样子一锅 大概可以十到十二条 你都开始炸 头低了就没起来 起来就是没有了 等于十二秒就迈出一根 这一个美园时代下的面粉 早年来到小乡镇 被师傅做成咸油条 从此就和葡理划上等号 剪开酥脆外皮 可以夹进热狗 更多人喜欢放进煎蛋 像结了台版前厅堡 之所以称其咸 一说是夹了馅料 又或者是面团里 已经下了葱花调味 我一开始有在帮我爸他 研究看看 他到底是最适合 什么时间拉起来 然后因为你就知道这种东西 面粉的东西就是它的比例 其实挺重要的 破面粉炸油条 这个才是功夫 真的我不骗你 我又四点起床 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都做到十点半 其实你看我们卖的时间不长 其实准备的工作比较多 算一算最少要六个小时 虽是忙得团团转 但刘家人都很珍惜 因为这人气是一次又一次失败 才尝到的果实 我们做三十二十八年左右 就后面这十年才 才一直客人一直来 二十多年前 夫妻俩都是业务员 又养三个小孩 才会学做小笼包 利用下午卖多赚点钱 打出买三笼 就送一根咸油条来吸客 没想到咸油条翻身 绿叶变红花 你如果买我就送 你如果买得多我还送得多 那时候 那我后来就有客人说 我可以卖小笼包 就很失落了 我的主体是小笼包 你又说不要 他说不是 我是一个人 我每次都买一个料 一个星期以后 才有更多来 不知道 所以我就 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子来 所以最后才把油条 当成一个主角 对 后来就变成了主角 过程中 遇到外申老伯伯指点迷津 才让他编的外松内软 又不腻口 东西好吃 但做生意的地点 却一直不顺 三度停业 三度换点 离放弃 越来越近 地震的时候 车子 那台 那个餐车被偷走 就没有办法做生意 就去我说用温室的嘛 所以下雨就积水 我老婆跟我讲 不要做了 东西都把它卖掉 不要做了 我们不要做这个生意了 这样 因为都做不 最多那时候营业 才做一千多块而已 这样子 买虎啦 我心里只有一个疑问说是 为什么今天不用做生意 其实我不知道爸爸他们做不下去 爸爸他们真的是坐了倒 坐了倒 在我认识爸爸他们之后 就倒了两次 所以就到后到现在往回想真的是辛苦啊 请说 水红条加蛋 水红条加蛋一个 水红条加蛋一个 水红条加甜辣 我心里面想绝对不要输的精神 绝对不输的精神 好 再做 这样子 就被我做起来了 老爸的不放弃精神 给了子女最好的身教 虽然不是埔里咸油条创始店 但靠着后天努力 记忆精进 倒下再爬起来 爬起来再继续勇敢 终于成为埔里咸油条的 这个吃饭 腊月的竹山茶桩总是静美 冬茶才刚采过 除旧不新正是时候了 偏偏苏贞宜家门前的庭院 就是不给留白的空间 这个快好了 所以我要来拌这一个 差不多15分 用吃的喔 用吃的感觉是不是 对啊 那是怎么样 那味道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吃 吃到嘴巴要像那个 龍眼干这样子QQ的才OK 40几年了啦 40几年了啦 40几年喔 我加到这里就开始煮 我加这已经40年了啦 一锅的甘蔗原汁要熬到稠化 健气柔厚的焦糖香 起码四个钟头起跳 过去工廊下没有蒸汽锅炉 小铁锅一锅锅煮 就得全程寸步步离地守着 以免一年才炸一次的白甘蔗 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没有 我刚驾到这里的时候 还没有那个姿势 根本就已经很长了 就把它扛回来煮 就是怎么煮也煮不起来 我就打到阿公讲说阿公 阿公说的冬汁过后才煮得起来 关乎着节气石令 温度和石器 如今多数的制塘工厂 多在这个环节加了食用石灰 制成率百分之百 实在不必担心会失败 而熬糖熬了四十几年 苏贞益则宁可相信 与大自然磨合来的老派经验 你不搅拌的话它会变水头 因为它里面有含水量 你把它拌一拌它 含水量也没有像这个泡泡 这个它才会跑掉 不用啦 发泡水对吧 是不是也要把泡泡 这个泡泡你也要把它打出来 原理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比较好调剂不好 起锅后的糖浆 因为水分蒸发了一大半 翻糖已经是吃力的 但在这个时间点 若不加把劲半 等到冷却了 那就肯定会变石砖 有一天我们就坐到晚上 差不多到十一点 我阿公就说 好啦 不要坐了 去睡觉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就去睡觉了 起来那一锅糖 已经硬到变石头了 就拿一个铁跟那个锤 这样子锤 锤一锤那个锅子已经打破了 再来 再怎么爱睡了 不敢去睡的是 已经那锅做到好头去睡了 为了让空气包覆进黑糖块 形成固态 粗重的苦力活后拨糖块 讲日晒 老人家看似聪容 事实上一捏一揉 是费心也费劲的 这个吃铁铁也好 辣椎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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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黑糖 和插过水 这也会最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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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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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蹄时代 嘴里蜜着糖香的欢快 那是到现在年过一夹子 就算当阿嬷了 也不会轻易忘怀的 小时候要哭啊 要哭才有糖啊 所以打哭也没有用 没有用 要哭有眼泪 骗不见才好 要真的烤了 所以你都去打兄弟姐妹那一个 还哭 我们要轮流打 固定一个人打 会被人家打 固定 固定没在打弟弟妹妹的话 阿公会打鹅 有时候你打 有时候他打这样子 都说会朝的孩子有糖吃 但在穷苦年代 小姐姐不用点伎俩 是真的骗不到糖 小时候家里住在云林山腰 农家子弟下了客药分担 农忙家务 到了岁末更有得忙 超人超人 therapeutic 哪里有ших 猴子也好多 对啊 全台湾猴子体有多的生长 这个小孩 对啦 所以说 小时候我们村庄的人都说 我的手脚像猴子一样 速度也蛮快的 人还要挡 爬三包的猴子 露众买几包 從小店下的習性不只敏捷 也夠勤快 記得年輕時 剛從草嶺嫁到南投茶村來 每每到了冬茶採完 將近一跡的空檔沒錢賺 蘇貞儀便會想方設法 種起甘蔗來製糖 這個比茶茶還辛苦 因為這個你要把它拌到一個 那個水汽的蒸花 有一個切切的味 蒸花掉才好 也要聞到那個香氣 那它真的快要頭髮了 你這樣拿不是很吃力嗎 就是要一直拌啊 晚上才才要啊 晚上要貼鐵布啊 它其實這個是不好玩啦 真的不好玩啦 那妳為什麼還想要妳兒子做啊 因為我們的客人說要吃啊 我那年身邊他們來都說 妳要不好不玩喔 妳不煮糖我們都沒得吃怎麼辦 那我才叫兒子做給你們吃 茶廠前的日曬純黑糖 從一開始僅做給客人當伴手禮 到後來全是行家文香來買 一家人也煮出使命感 老得捨不得停產 年輕一輩卻發現幾十年前 能當外塊賺的手工糖 如今賣起來一點也不划算 像這個甘蔗一年 它就是要拔差不多四次的葉子 如果拔一次 像拔這邊的部分 拔一次工程度差不多要一萬八 如果說要認真去計算的話 很多如果說像這個糖很好賺的話 然後很多生意人他們一國風就下去做自行 對 如果因為這個算一算就利潤不高 這算一算就差不多打 就幾乎就打平 就做換一下本家 這款的因為他自己做糖 他的原料自己做糖 他的原料自己做糖 他的用途比整體 他的加工過程 他付出很多的他很辛苦 從天天採回的甘蔗 經過榨汁過濾後 熬煮就是第一道影響成敗的關鍵了 他們就說 他就看你們這樣回去煮一煮 為什麼造起來再怎麼辦也都不會成糖這樣 他們因為 他們煮也都不敢 我們知道他們回去煮 是他們在斑地的時候 我們有煮的都煮不起來 不過有一次他還叫我媽媽下去 他們家說 有時候我這鍋煮不起來 第一鍋煮不起來 第二鍋就比較長 就說你來幫我看看 他去媽媽去拿來拿去 他就一樣就是塵糖 因為他失敗起來 然後就變成麥芽 因為像我們這個是 沒有再加石用石灰 就是市面上有很多 他們都是有加二砂 還是砂糖下去再做還原這樣 但是他們加石用石灰 他們就是幫助他 就是水分比較容易收縮 他可能在那邊翻一翻冷卻 他就會走呼呼 就像沙子這樣鬆鬆這樣 對 除了榨汁食 甘蔗的熟成度 起鍋的時間抓不準 糖漿便怎麼翻也結不成塊 尋古法治糖的人家 還沒嘗到甜頭前 往往要先學會吃苦 以前那個都要戴這個手套 因為不可能說像這樣 是空空這樣 對 因為那個噴到 它就不是碰到 它可能 就你這個傷口 噴下去你的皮 馬上就被它附著起來 如果你馬上沖冷水 你那層皮馬上就起來了 整個就起來了 所以不能沖縮泡太痛 反正你被它噴到 你就只能就是 就很痛就這樣 你也沒辦法就是說去撥開 你撥開反而更嚴重 曾基俊其實是家裡最小的孩子 尚有六個姐姐 小的時候治茶曬糖 是所有兄弟姐妹當中 工作量最少的 雖然物質生活不到貧窮 但記憶裡嘴饞時 啃黑糖還是沾了打扮時光 其實我們家裡小孩很多 然後我們已經可能 他大概早餐費一個人就是二十塊 就你的整天 你二十塊看你早餐是 你要選擇吃多少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 沒有很多吃的啦 但是我媽媽可能會自己 手做一些很多什麼 那個菜頭粿啊 還是一些零食讓我們一起吃這樣子 所以糖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那時候也煮不多啦 煮差不多像這個這樣六個而已啦 就留著給小朋友吃啊 回來就吃 過年我就弄這個當年糕 蒸發粿 我們有老二到老三年了 都十二二十八歲嘛 一般都要去買蛋糕嘛 我就沒有 我都把它蒸發粿 把它蒸好 就說祝你生日快樂 就蒸發粿 蒸發粿的 很香的 很好吃的 都這樣騙騙到學國中 讀護士這樣啦 對 所以他們小孩不知道 生日要吃蛋糕 是要吃發粿的 質樸的美好 一如媽媽的味道 總是長大了才明白 庭院前螢繞得陰暈 一絲一縷都是情意啊 後來幾個孩子 憶著父母的意 回家接手製糖 也用自己親手做的黑糖 調成冷熱飲 小鎮上 原本以為最不添加的茶飲 最受歡迎 結果卻讓人沮喪 就是有一些推銷的業者 他就也會說 你們的店是用什麼花 來調飲料 然後我們那時候 還聽不懂什麼是花 然後就問他花是什麼 然後他的花就是指說 加了香精香料的茶葉 他說你們沒有用這個 那你們這邊在地人 會喝不習慣 因為現代的人沒有香料 會覺得你們的茶不夠香 不夠好喝 如果不是爸爸媽媽的 音音期望 挑戰市場的傳統曬黑糖 下一個歲末 還會是茶村裡的一抹風景嗎 或許不會了 但還好糖塊裡裹進太多濃稠的愛 才讓老記憶能代代相傳 東茶開採了 阿嬤阿姨們手刀輕快 起落間滿山清香 這樣很漂亮 對 有 一裡一裡一邊 緊編 妳就要搬好乾淨 有 我都在鼠頂 你鼠頂嗎 人也鼠頂嗎 人沒有 人 不要再搞瘋 不要再搞瘋 沒關係 這次電視台跟你訪問 回去還可以再上一次 沒有 沒關係 兩千公尺的茶園 一室空靜 陽光美好 是齊萊山南峰 最高海拔的可開肯區 齊萊山有茶 在晃年花了好些年 才說懂顧客 他們會問我們說 這是哪裡的茶 然後我們說是齊萊山的茶 他們當說齊萊山哪有茶 就把茶這樣潑掉了 十二年了 打這個茶真的 打這個齊萊山的茶具 非常非常的困難 裡面很多艱辛 因為別人不了解 這個產區的茶 第一個 它靠近旁邊這個岩石林旁邊 第二個它這都是沙粒土 所以它然後昼夜溫差非常的大 所以它產出來的茶 特別的感覺會特別的渾厚好喝 製造短 氣溫低 溫差大 成就齊萊山茶獨特的冷香 甘醇的茶味更叫人迷戀 所以十多年前 蔡晃年從板橋來到南投仁愛鄉的都達部落 買了十六公頃的茶園 親朋好友都說它是被迷了心窍 入山之前它做過營造 種過番茄 可就沒碰過茶 既然自己找茶 讓它歸零從頭學起 摸索多年也成了專家 一般茶都是採一心兩葉 但是現在我們採茶 因為這個山上的茶質非常好 我們往往都是採到一心三葉 採茶 對 像這個是採這樣是最標準的 我們原子從來都不用除草劑的 我們都是用人工 用除草劑 下去採 下去割草這樣子 都是不用除草劑的 你看這種事情 你覺得怎麼能取消 好好喔 謝謝你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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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誰 绿芽采摘下来不能耽搁 立刻送进茶厂利用日光尾雕 让茶青走水 大约一个小时后 在一路室内 在有温湿度控制的空调环境下 有第二阶段的尾雕作业 还得不时翻动搅拌 避免过度消水 较满的里面 那么再次进入 一条破约的东西 一根压力 甚至为快速撞满 吃大多层充满 在强烈中的宾的纤维 經過充分的曝曬與發酵 凌晨一點 慢炒細培的炙茶工序 才真正開場 三十年資歷的老師傅 手已伸進三百多度的高溫炒爐 這是成敗的關鍵 師傅你的手要用手這樣伸進去感覺 對啊 都不戴手套還什麼 不可以戴手套 不可以戴手套 對啊 它沒有手感 這個幾度啊 這個三百二 所以你手只要不小心就燙到了 三百一 繼續就在最後面燙了那個熟度 我們要炒到什麼香度啊 現在一點多了 你要到六點嗎 時間不一定 我們那個茶群炒到幾點就幾點 這樣愛粉怎麼辦 不可以 睡覺啦 這是責任問題啦 一整夜 茶場屋內燈火通明 屋外暗箱浮動 浪青 炒青 揉捻 烘乾 擠壓 解塊 複潮團柔 反反所所的步驟48個小時不能間斷 一邊置茶 還得一邊視茶 來 測試它的品質來決定下一次我們要定的溫度 跟它走的速度 所以每一次都要做測試 那 對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用機器取代 這只能用師傅的經驗 用它的嘴巴 用它的嘴巴 來決定下一次的參數了 那味道怎麼樣 不可以讓它有火味啊 火味啊 不能過頭 過頭會有火味 它的新鮮度會不見 所以一天喝多少茶 一天喝多少 喝多少茶 差不多 不會有睡不著的問題 不會 回想第一年採茶 在偏遠的非主流茶區 找不到製茶師傅 僅有的幾家茶廠也排不到好日期 實在孤立無緣 蔡董展現大老闆的霸氣 茶廠乾脆自己蓋 而且要蓋就蓋苦心急了 心中才有辣 咖精 而且這個我們剛開始種的時候 那時候不知道 茶的茶要怎麼做 然後種下去的時候 要有茶廠 對 因為茶農真的 他們自己沒有茶廠的關係 又要受制於採茶工 又要受制於茶廠 變成要做好茶 這個都要配合得很好 我們是一條農的作業 就是從開始種植 那田園的管理 加上我們自己的團隊下去製作 我們自己出來賣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不去買別人的茶葉 因為我們自己管理 我們自己對自己才有信心 高山茶區容易出現傷害 蔡老闆不惜赤字千萬 在茶山加裝防霜風扇 只要溫度低於四度 風扇就會自動啟動 把茶園上方六公尺的暖空氣導入下層 防止液面結霜 春茶三四月那時候 那時候如果有結霜的時候 剛好冒芽 冒出來的芽如果結到霜的話 那就慘了 那剛好我們引進日本這個 除霜風扇來 對我們非常有幫助這樣 高科技不僅應用在霜害 這一台醫療等級的農藥殘留檢驗機器 也有自主管理的堅持 我們使用的時機是在 茶葉還在查數上 我們預計採摘的前兩天 我們會先採摘下來 做農藥殘留測試 如果它不符合標準 我們就不採摘了 我們現在列印出來檢測結果 是0.7% 那它的合格標準是 34.5%以下就合格了 所以它的殘留量 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們就可以採這個茶青了 齊萊山真的有茶 這句話在晃年花了好多年印證 現在不但被封為南投的高山茶王 還成功取得清真認證 計畫未來進軍中東 擴大台灣高山烏龍茶的國際市場 挑戰很多 但是這個兩千公尺的夢想 值得遠大 沙拉 白斬雞 好 白斬雞 東坡肉好嗎 東坡肉 好 月亮蝦餅要嗎 好 你們幾位 六位 六位 來 我們來坐這裡 陳先生來 我覺得開店最困難 最讓我沈沒的是 在準備材料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來了多少個人 我不知道準備多少材料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 今天真的人味真的會很多 你會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奇妙的 我真的其實無法形容 所以也是最艱苦 最讓我折磨 在一鄉間山野開餐館 人流絕不比假日 週間平日到底怎麼備料 陳志雲的這個煩惱 大概也是天下店家 師父們的共同心聲吧 什麼樣的跡象可以看出 其實就保持一個信念 我覺得我今天客人丟很多 這樣客人一定就進來 信念 信念 對啊 其實就是保持正面 就是一個正面的一個思考力量 我覺得我今天準備好了 完全的一個備戰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今天客人丟很多 一個月亮蝦餅 一個滷高麗菜 再一個山酥喔 湯頭啊菜 什麼菜色都很新鮮 老闆又親切 價格又平價 最主要是新鮮啦 土雞都自己養的 我帶很多朋友來這裡吃過 幾乎大家都會釣 甚至熟悉就知道 兩天他帶朋友來都不叫我這樣 對啦 一般菜館食堂 其實若要菜單食材豐盛多樣 又不擔心來客忽打忽小的流量 通常十之八九大菜的做法 是在保鮮允許的範圍內 起鍋冷卻就往冷凍庫裡擺 陳志雲跟媽媽最難得之處 倒是連滷蹄膀控肉 都堅持當天下鍋 也當天送上預訂餐桌 這個是蹄膀要先燙過 再洗一洗 再烤摸 做這裡是很難口 但是很趣味啦 有興趣啦 我沒有要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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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嫁來這裡 那時候我們老闆都做食 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外面沒有廁所 都在外面 還有沒有電話 都要去船長聽電話 管播說誰的電話 你就要走去聽電話 所以你娘家打來都要去 對 對對對 當年遠從城市 駕到茶香的台 被姑娘總說自己怕曬 所以才將就躲進廚房裡來 磨呀磨的四十年過了 雖然還是沒甩掉 夏天收獵日烤曬的恐懼感 但除此之外 其實早就洗淨一身世故 有理到外 鮮現的都是濃妝的海派 應該是我的故事吧 要切大塊給我吃 你切碎的口感也不好吃 你切大塊的口感也很好吃 看起來也很好看 因為我們在做工作 我們就是覺得說 你切那麼大塊給我吃 就是餐廳不怕人吃 東坡肉要燒得不肥不膩 謝月每顆一點也不情賴 時下流行的黃金薄切 下刀它一定豪爽大氣 至於滷悶 一個多鐘頭也就夠了 除了醬油香 不中藥不香料 也照樣端得出鹹味持平穩重 肉蝦流泛著唯美的蜂窩 會想說我來做這道看看 做之後覺得不錯 我們就出菜 我們是這樣 我沒有去學 都沒有去學 都是自己想說 我這道菜要怎麼做 我們就來用 講真的是很苦 晚上都棉被蓋起來 沒塞老 沒塞地 都會這樣很苦啊 老實說做菜是興趣 學我所愛愛我所選 本來不該鹹雜這七酸苦楚的 而會走上餐飲路 最早最早的關鍵 其實是源自二十年前 丈夫基因茶廠被倒債 欠了起碼好幾千萬 我就這裡哪裡可以投資 哪裡投資啊 哎呦 寶哥寶哥 我現在身上沒有錢 你有票 來 你開票 那我錢再給你 殊不知呢 這就是這一場 惡夢的最大的源頭了 我們就因為那時候 有票據法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被 惡性的都倒債了 那倒債之後呢 就開始啊 有人會拉著白布條啊 開著宣傳車啊 然後整個山頭這樣繞啊 某某某欠錢付款啊 某某某惡性倒閉啊 陳志瑜那個時候才國二 那一幅在電視新聞裡 才會出現的畫面 這輩子就算時間再久 抗議 拉布條 黑到討債 一格一格的彩色影像 在老 無需顯影記 也依然畫質清晰 那時候這是窮道啊 我永遠都記得 家裡都沒有錢 然後那個抽屜打開 就是只有一塊錢 那一塊錢 就只有像小山這樣 對一點點 我媽這樣一個一個 這樣數著數著 然後去別人家去買菜 當然買幾個 我們又買不到什麼菜 我們附近又有採筍子 我爸就會回去 割筍子回來 吃筍子配筍子 好啊 兩個鵝啊這樣 以憑如喜的那個當下 媽媽先是在菜市場 擺起小攤賣鹹豬肉 後來巧峰隔壁攤位 願意把家傳六代的 滷肉造手藝 無償傳授給他 一家子才搬回老家 前後在南投跟北斗 賣了近二十年的滷肉飯 然後賣鹹豬肉 我永遠都記得那天 是九月二十五號禮拜天 在很大的太陽閃避下 我就躲在背後 就看著母親跟父親 這樣兩個人很辛苦的 外面叫喊 來喔來喔來看賣鹹豬肉 我都完全都不敢去耶 拍四到四 之後慢慢地 訓練了自己的膽量 訓練自己的膽量 然後就這樣跟著父母親 去賣鹹豬肉 那年那個十四歲的青澀男孩 後來跟著爸媽一路偏手知足 做餐飲念餐飲 隨著債務壓力輕緩 也有一個想獨立 另批天地的夢 但顯然父親 是要他回家 接掌滷肉飯攤的 五年前 餐廳整庄以前 他甚至因此跟爸爸 鬧了家庭革命 第一個當然是賭氣啊 第二個他完全是戳到 我內心的一個深處 我覺得我哪有這麼不好 晚上我應該不會躲在樓上 去躺著 或是不去找店面啊 我應該是這個時候 無時無刻地 趕快出去看店面 趕快約房東啊 那時候我哭得稀哩花啦的耶 我從樓下哭到樓上 然後一直躲在房間 是完全崩潰的大哭耶 等一下那個東坡在下 你先去幫我拿蛤蟆 拿大顆的來 本來跟朋友 談好的開店合夥 硬生生遭爸爸反對 陳志雲當然有滿腹的委屈 但那次大哭過後 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夠 回家開台菜餐館 與其說是練基本功 其實才真正算是 穩扎穩打的開始 一邊埋頭苦做 另一邊也得捨得花錢 多吃多學 其實蝦餅真正是台灣的老台菜 那為什麼它經常被冠上 它是泰式蝦餅 因為它沾的是泰式的醬料 其實就是差別在這邊 雖然陳志雲手上捏的蝦餅 跟台式金錢蝦餅模樣不像 但內餡鋪的是自己 剥殼的整尾生蝦 跟飽滿的豬肉 混在魚醬內帶點肥 夾點豬油 和老台菜相較 其實也沒變樣走掉 它的蝦餅 我們吃得出來它是現做 不是人家的那種冷凍 然後蝦子 花枝 你都可以吃到它的原味的鮮甜 它並沒有放很多的調味料 去提它的味道 把它做得有點像西餐料理 可是就是味道又很棒 不如熱炒海鮮酥鹼 也不如中式餐酒的派系雜燴 老宅內的新樣貌 聞清細膩 卻依舊古早 那是時光裡的悲喜笑淚 醞釀出來的 任何滋味都難以取代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家鄉的感覺 空氣很清新 然後有種連接感情的感覺 古老三合院的夜 無論動靜皆有各自的美 靜的時候 點起一宅展霧絲燈 都像膽心聚落 動的時候則像錦碗 門庭擺滿大紅圓桌 冰煮靜歡 宗寶灑也樂的 穿在吹音裡 忙著催生一道又一道的香色 傳統的那種 就是家裡吃那種古早 古早 用紅茶的 那個真的很好吃 完全都不會有 因為我不太敢吃那個很肥的 結果它都不會有 客人反點過必讚不絕口的 阿薩姆茶葉烘肉 是劉珍昌幾樣拿手好菜裡 做起來最繁瑣的 傳統的溫體三層肉 要靠兒子一早 趕在準備民宿客人的早餐前 先上市場搶到手 爸爸借過手 清洗汤燙過 再來才是大展身手的時候 我以前是滑茶味 烘肉就是我們以前的過年 過年大家回來的時候 有說以前有說烘肉 烘肉就是 烘肉就是烘肉 烘肉就要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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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燙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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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 农村人家不比十多公里远的日月潭聚落 有台菜传菜 也尤其是料理能供客人选择 但是既然下了决心 要端出家宴上不是体面的菜色 不自量当然要把过年过节的大鱼大肉都搬出来 我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是当油菜 然后他那时候身体刚好有一个疾病 然后是误诊这样 油要挂了这样 就是误诊是那种肾脏癌这样 他又也不去看医生就变很瘦这样 后来就是沉到快不能呼吸了 才送到台中区挤救这样 氧气瓶那个 护士说那个可以吸一个礼拜 就让他吸一天就没了 看着老人家现在下厨说菜都生龙活虎的样子 根据年前大病一场的模样实在有段差距 刘俊豪后来也是在爸爸身体都痊愈后 才离开家里到外地去工作 只是没过多久他便发现了 那颗悬在父亲身上的心 始终没办法跟随他在异地打拼 当然这边你出去没多久 遇到一些钱朋友会叫你藏回来 看你爸在那边拿 因为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比较会捡一些油的东西回来 像喝酒这样子 就是本来就有点酗酒 对啊 所以跟我弟商量说 就是把民宿盖好一个留在这边这样子 为了要陪爸爸而回家盖民宿 这份念想刚开始 听起来是浪漫的 不过写实的情境却是 他前前后后含贷款 必须砸下一千多万 而对老人家的那一份牵挂 许多时候也掺杂了很浓郁的无奈感 其实以前他们酒驾比较没有在抓 其实以前根本没有抓 这种乡下地方 大家都很爱喝酒 因为无聊啊 就是喝酒聊天 然后就出过两三次蛮大的车祸 有一次跟我哥要去打球 然后他说那不是你爸吗 我说对 他怎么翻了一楼高 在下面我们就过去看这样子 自从刘君豪回家经营民宿以后 这个当爸爸的好像也找回中心了 一方面是得帮着孩子专前顾后 另一方面是浩克热情的性子 总驱使着他 与其天天被游客们追着问 该上哪儿填饱肚子 倒不如自己动手烧一桌吧 老一辈相间民情都是很中人味的 纵然不寻古法杀鸡仔鱼 无菜单料理内的这几道 也必定是传统大日子里才见得到 好比祝寿祭祖 家庭主妇才愿大动作 费心思完成的红归果 又好比产妇坐月子用的食补 麻油蛋汤 这个是你人必吃的 他会养颜美容 我觉得他们的菜 它不是很昂贵的食材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很温暖 好像就是 阿爸 阿嬷 阿母的 对 对 对 独早味 她的手 阿爸的手艺 总有办法满足油脂的味蕾 但其实刘正昌年轻时 对做菜本来是一窍不通的 鲍鱼妻子在两个儿子 年纪都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但亲爸爸怎么也得 学着坚强 肤肩抹制 我们不要煮 我想我都想要买饭吃 吃两天之后 我就说 爸爸我们自己煮 我听到我的心就生了 不要煮 别人煮 我就想说 我和你 那几天的肥肥肥肥肥肥小 我去那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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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你这样摸着 摸着 摸着 煎 还记得当年 大厨的第一道菜是煎白鲍鱼 虽然那个时代背景无从败施 更没有网路能够谷谷食谱 不过起锅后 也许因为基础跟天分 都是有的 所以在孩子眼里 这个单亲爸爸可是很称职 唯独脱下围裙 家计 教养 学费生活费 一间要独挑的焦虑 才是外人无法体会 恍惯 rau敬lig 毫无帮的 费力 天然还有 Salem 老徒 老世藏 费小人 我们抹杀 三十年过去了 岁月见证 刘振昌不仅靠双手 养大一双孩子 也在儿子的用心促成下 圆满了众瓦 老三合院如今儿孙重群 更因菜香饭香并克饭汤 喝起来 金鱼帮 我们生米炸油饭起锅了 我之前从半年前到现在 已经跑过15个市场了 像今天在南投市场 它是十点多后人比较多 就是油饭一起锅 通常就会秒杀 什么 一起锅就秒杀呀 都说出家人不打狂语 但在菜市场里 相较左邻右舍的跳楼大拍卖 李奇张道姓虽浅 对于炸油饭 却是真有几分本领的 喝起来进入本格来啊 百年传承 独家新口味哦 百年传承是因为遇到一个 九十几岁的老阿嬷 她说她没有吃过炸油饭 然后她吃的时候很好吃 我说就是98年的 失传的功夫快百年 然后我就直接谈她百年 失传的功夫 摊胃症后发 大铁锅滚的满节油香 延续一半以上的围观人潮 是真的打葱出生未见过 生骨炸成油饭 但愿把口袋里的钱包掏出来 多半还是为了木桶里的咸鲜浓婚 一次下足六种配料 可又派头了 吃看看就知道老板 吃看看 我们这个有六种料 干贝 鱿鱼 猪肉丝 红葱头 虾米 香菇 不好吃 鱿鱼 我们生米照到手 每次去新的市场 只有吃过的客人 大概都有三四成 当天会回购 买炸油饭 摊胃前 前一秒才扯开嗓子大喊 不好吃不用钱 说实实那是快 这毁真有回头客回来了 吃点大姐来三次来赞兽 你是刚刚起点的时候来吃的 刚刚而已啦 刚刚而已 没有几分钟啦 为什么马上又回来买六盒 我怕他卖完了啊 我不是在超大 没有人煮得比我好吃 真的 她真的煮得比我好吃 好像QQ也不好吃了 但一般用炊的有感觉不感 做比较Q啦 好吃 很Q就很Q 有吗 有有 味道呢 汤区 味道很香 你刚刚有买过又可以来买喔 对啦 那你来买几次了 买两次啊 眼看快木桶内的第一锅 又快扫得差不多 生火红葱头倒进油锅 接下来干贝虾米鱿鱿鱼 炸到海味进出 香菇肉丝也得分别 爆满各自的香香油味 李其章产下的这一门古早味 因为不下糖也不加盐 所以更得靠油炼出干货的精髓 对 因为我们原本 油饭里面就没有加任何添加料 就没有糖盐味素 就是靠食材本身的味道 所以把食材的咸度跟甜度 都把它用在油里面 然后跟油饭搅合在一起 然后这样起来的话 油饭就不用加任何调味料 就是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来哦 炸油饭哦 说起炸油饭这项生意 才二十出头的李其章 其实并非摊子的第二第三代 当年研发出这项崛起的 是云林家乡的邻居阿伯 因为小农村里 总是经常遇上糯米生产过剩 邻居阿伯又善于开发冷冻食品 所以二十年前 他便开始想方设法 要做点异于传统的 像是油炸生糯米 就是前面生米倒下去之后 起浆那里 然后他就觉得半糊掉了 就坏了 就倒掉了 吃了蛮多次的 生糯米洗后 没泡水失败倒掉 泡了水时间不对起浆 还是倒掉 就这么反反复复 试了又试 直到第四年才发现 原来当初那锅 因为担心反酸变质 而放进冰箱里的比例 居然才是对的 就吃到后面 每次都起浆啊 然后就不理他 然后就炸到最后 发现他变成米了 就是突然油热了之后 他又把米缩回来 就像现在这样 就一直炸一直炸 炸到变成这样 八年级老板 家里从小就是做想吃的 阿公麦生炒鸭肉羹 一麦两三代 李其章就算小时候 只管穿梭在店里打打杂 对于汤汤水水工作 也还不算陌生 不过说到炸油饭 不仅得练到炉火纯青 还得上市场摆摊 那就隔行如隔山了 不知道看一下 就他不嫌弃我大学刚毕业 然后他就开始教我 然后后面带我跑菜市场 那时候第一个店头是谁 菜市场有人吗 因为我没去过 对一个从小到大 根本连菜市场 都没逛过的 八年级男生来说 生意到底该怎么过啊 刚开始不懂得打摊 就连那个A架都不会用 就是都看别人怎么摆摊 然后看着隔壁摆摊 然后跟着雪摆摆 对 那时候就是随便乱摆 然后摆一摆 看别人怎么摆的 来来来来 炸油饭 好不容易铁架架好了 摊位也开始有模有样 但是熟花阿姨们 走往别摊跑 隐其丈夫走浮夸叫卖路线 但客人从哪来啊 用送的啊 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说 送油饭 油饭用送的 不卖 然后人家就来了 然后下次去的话 他们有吃过的就有来 我都说你先试吃 如果他不试吃的话 我都说不好吃不用钱 不好吃不用钱 对 你买完回去吃完 你盖子拿回来 我退你钱 凭油饭盒盖不好吃退你钱 这招傻被教的 但后来李其章 跑遍中部各大市场 确实过了大半年 也还不曾遇过一个回来讨钱的 所以用钱的到外面吹的不一样 有买不买都没关系 吃吃看 你要怎么样吸引第二个人 留下来 就是如果只有一个阿姨 然后他就是不欢欢 然后我叫她吃茶 你叫第一个阿姨吃茶 对 然后呢 然后说好不好吃 然后又很好吃 然后就旁边就像这样 然后有些人就围过来 有些客人是会问客人说好吃吗 那客人说好吃的话 他就直接买 对 有时候我们介绍很多 他都不会停 就客人介绍客人是最快的 我看过好像 他们都这样子就不错啊 都好像好像在做美 很新鲜的样子 对 不错啦 你自己吃吃看就知道 生米炸成的油饭 或许形式上看来新颖 但最终米香脱去油腻 留下精彩 灵魂总是传统的 既柔媚悦目 却用温润含蓄 想到我们市中的老朋友 一支舞剑组三首 打鼓打给你笑 请你来喝小酒 有这么可爱的歌声相伴 炒花声的节奏 一支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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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颗快乐的心 福食简单 却紧紧黏住 每个吃过的客人 年节前老人家得火力全开 日夜赶工 才勉强跟上订单 以及随时跑进厨房 突袭的左邻右舍 海边的 这些是不太太好 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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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穩 你不要怕吃不太太 烤 不够吃 過年要做三四百斤 土豆 差不多做十多点 那没有 晚上还够半了 土豆不太太 一样 不太太 土豆不太太 跟30分下去煮 就不错 吃到品质不错 花生從全生炒到酥脆 全靠手工不停翻動 起鍋以後 還得用鐵棍來回碾壓 八十歲了 黃清泉卻說不累 花生堂做了大半輩子 每個步驟架輕就熟 要說衰退 最多就是眼力 看有 裡面看有 判斜的土豆嗎 也怕要把它刮起來 刮起來 這樣看不然 不刮老花園不刮 來喔 出鏡喔 好 出鏡喔 他們爸爸去哪裡煎湯 在街邊村而已 要去哪裡煎 看我這麼乖來帶她做媳婦 就去打一條打電腦 怕我媽媽放 說做我淋梯頭的 我要讓她做媳婦 那幾個嗎 那十十七歲 十九歲就多了 一九歲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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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 隨便不夠 她沒頭接不鬆 兩歲就多了 一一條 整個一頭 我們家交交交 大家都要去看我的 老婆頭 林竹嫁過來的時候 黃清泉的本業 不是製糖 而是種茶 那時茶香露骨 幾乎家家戶戶都在種茶 會做花生糖 完全是為了哄家裡的七個孩子 這家裡 煮這個不一樣的 不挑 那也不能拜書 人家要幫我們教 自己想 為了孩子 寶貝要吃湯 我說寶貝還站著 去買又買 還沒火 還沒火 還沒人放一趟 我跟三上說 沒有這樣 爸爸不要去買湯 來煮土豆 有湯給你吃好嗎 湯有買 我跟他煮 我們要去煮 就把他放在土豆 對我這樣 煮土豆腐 也會吃好嗎 這樣 他說好 我就要煮 他要搶手 看煮得好 冷 吃一吃我們去看 這樣是一間 這間是過 阿爸的土豆腐 滿足孩子想吃甜的想望 第一次炒花生糖 就輕鬆過了孩子那一關 黃清泉自我要求卻很嚴苛 不斷研發精進 要做就做到完美 一斤頭 搖幾年 搖一搖肩 搖一搖一搖 搖一搖 搖到煮好的 才成功 自己生自己做 沒有受腫痛這樣做 做茶的人 人家給我買茶 就把酒餐兩三鍋 吃一吃米 都給你送 他就給我們買到我才三年 他說當時給你送你 比市民生在做的比較好吃 你做來賣我 入股茶莊隱藏版的花生糖 口碑傳散開來 莫名登門買糖的顧客越來越多 後來夫妻倆年紀大了 茶不中了 花生糖也就從副業變成主業 大家都來都沒人陷害 我們都說我們那些年糟糕到那些年糟糕 那都自己研究 教我們先生的頭腦很好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六 老腰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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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青泉阿公居住的鹿骨鄉瑞田村 位處清水溝溪 匯入濁水溪的沖積平原 土壤肥沃 是鹿骨最主要的稻米產地 也有鹿骨骨倉的封號 在瑞田 花生堂還有另一種施法 這台瘋咪胖的機器 從早到晚不停運轉 供應村裡四五家製糖店 現在正在爆的糙米香 是準備交給林津田的 北港九號花生 加入濁水溪的糙米 味道就是與眾不同 光是花生的話 你吃起來比較熟 對吧 要你加一個糙米 糙米的是本身是很養生的 所以加起來吃了 口感就不一樣很脆 八十歲的人也可以吃 我們現在瑞田村 出產的最好的就是米 本身我們是舟水溪的上游 所以米特別好吃 如果不是脊椎受傷 這火林津田還在手草花生 雖然有機器幫忙 但是接下來的這個步驟 一定要他親自出馬 就連兒子出手都不行 要換得很均勻 不然說等一下撈上來的時候 再滾 滾好的時候 有看到花生 有沒有花生 每一塊的花生 你拿起來吃都要看到花生 早年種茶 後來經營雜貨店 當兩種行業都漸漸地 從瑞田村沒落之後 八上堂卻一均突起 成了在地特產 我們這邊有那個舟水溪 想說那個米跟那個花生結合 這樣子可以撕看看 結果做了就覺得說 真的還不錯 說我要做 對 老公就想說這個香味地方 而且我們又沒有什麼風景區 可能會比較難這樣子 現在外面的口碑還不錯 網路上 然後很多客人喜歡 平時的分工室 一人炒花生 一人熬麥芽 但是過年前訂單暴增 就得增援勝利軍 三個孩子從各地回老家集合 幫忙分擔勞歷密集的治堂工作 過去瑞田村因田而聞名 現在種田的吃米的人口都少了 糙米花生糖卻以另一種形式 把瑞田米的香氣保留下來 連同親情也透過一塊酥甜小食 緊密年節 跟著我